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哈喽 大家好 今天修的这个视频是一个8P 它的故障就是开机无福 然后刷完机之后机不活了 这个机器现在就是个机活界面 但是它是机不活的 它机不活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机带了 没有机带是机不活的 然后 它这个机器是很很亮的机器 真的特别新特别亮 用了一年多了 它保护的这么好 小哥哥挺厉害的 然后就是不像那些超老爷们 超超超超老娘们 把手机用的乱七八糟的 真的很可怕的 有时候有的人 然后这个手机现在 因为都是个射频问题嘛 就很快就能修好了 但是我希望这个视频内容更更饱满一些吧 我就发了一个怎么拆机的视频 然后如果我希望这个拆机的视频能帮到你们真的是 这个拆机视频能一刀未剪的 只是快进了一点而已 其实你们拆的时候只要注意排线就是 开这个屏幕开起来的那个那个那个间隙不要太大了 不要上到排线了 然后 屏幕上面那个地方呢 就有的时候胶粘的比较紧 你就需要用指甲呀 或者用用那个 就不用你买电池啊 你买电池 换电池 电池回来的时候不是有那个 背胶吗 那个背胶上面有一层黄色的东西嘛 你拿那个塑料片进去刮一刮 把胶给它 割开 它也就好弄了 然后拆完之后呢 又把屏幕开合起来的时候 角度不宜过大 就像我这个角度刚刚好 然后拆完之后呢 第一件事就把主板的电池屏蔽罩拆掉 然后让主板那电池和主板是断开的 他们断电的主板不能连着电 然后装的时候呢 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好之后呢 再把电池 的那个座子和主板连接起来 让它主板主板上变 不能说你是电池在上面 你都没有取下来 都没有断开 直接扣平 这样很容易烧主板的 然后其实我是不建议你们自己去动手的 如果动手能力强的话 你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 你最好是不要动手 即使你自己动手好了 你也不要去给别人动手 因为出问题了就会很尴尬 就希望你们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嘛 给别人搞坏了以后该怎么办 然后这个板呢 是一个mis的板底来的 然后就是这个板呢 它的 它 它 你不修的时候 它都可能会出问题 要说你一加热 它肯定会不开机了 所以说我就跟这个老铁沟通一下 跟那个小哥沟通一下 说了这个机器的风险 它 它和我们大部分人的小伙伴一样 都说你就修嘛 反正我也不懂 你就看着搞 反正我就是相信你 这种 这种好难啊 这种人 这种人都特别可怕 他说要是说 那我不修了 你给我还回来吧 这种到没所谓的 就跑那种 那我就相信你 我也不懂 你别说这么多 你就干就对了 反正不开机就不开机了吧 确实这种压力 心理压力这么很大的 它不像同行呢 我跟你说这个机器多少钱 有风险修不修 然后那你修 修死了 那你就死了死了你活该 对不对 那反正你挣的钱比我多 对吧 那修死了你去赔就好了 但是像这些 直接面对这种散客散客散单啊 就是第一 他又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 第二 他又很信任你 如果真的出问题了 就我感觉我的老脸挂不住呀 就是 还有就是 你们的心里面肯定也很难过 就毕竟你的手机是开机的嘛 只是出了个别的小问题 而到你手上直接不开机了 肯定会想万一我换一个人修呢 他可能就不会这样的呢 对不对 我可以理解 我很能理解的 因为 我除了是一个商家之外 我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消费者 对不对 然后我就是很担心这个问题 就就是我也能特别特别能理解你们 就是有的时候 可能我修他也会死 别人修他也会死 这个不好说的 这个东西没有说我技术多牛逼 别人能修死的 我修不死的 这不好说的 我之前就给我们B站上一个同行修了一个小吧 修好之后还正常的 放一会就死掉了 就不开机了 修好了 放到你放着 过一会就不开机了 直接开机小电流了 还好是个同行好说话 要是一个散客的话 心里面肯定难过的 但我这个手上修的 刚早上的时候修了一台摔烂的机器 然后他那个玻璃插就掉了 掉到那个台面上了 刚好手摸到上去了 插插进来了 然后现在这个焊盘已经处理好了 就真的很慌啊 这个机器 那就先上电看一下能不能开机 有些 就ms的8和8p这个这个时候呢 直接开机就小电流了 只有30毫万了 然后这个机器还能开机 说明他就没问题了 现在就是把射频装上去 这个射频是新买的 这个新买的呢 它是带原厂锡的 就就只好锡的那种 但他的这个原厂锡呢 是217度的熔点 它的熔点 然后然后这个温 就是锡的熔点就比较高了 就是我们一般都把它给脱掉 就只我们自己用的那种183度的熔 虽然183度和217度呢 它是没差多少的 但是你装上去的话 它的温度可能就跟你平时装的温度不一样 你可能温度要高一些 要久一些 可能会对主板造成二次伤害 我们一般都会用183的 100个球手机的人中呢 至少有70个人是用183度的 还有几个亥群芝麻是用138度的那种超低温锡 那种锡真的是很不安全的 这个183的锡呢 其实是很稳定很安全的 你们就不用觉得差了 这几十度会不会不不稳定之类的 不会的 不会的 我自己手机扩容用的都是这个锡的 我自己用的这台手机扩容都是用了这个锡的 然后就是我现在这个射品装好了 但是还是是提示无服务和无三木卡 还是没基带的 然后这种机器呢 它是刷过机的 如果它直接之前是直接抹除的话 就装上新的射品 它就会出来串号 出来基带 然后就可以激活 那这个机器是因为刷过机的 刷机之前就没有基带 说你把它装好之后呢 它系统还是堵不到基带的 必须要重新刷遍机 它才能有基带出来 然后现在就装在我的车机壳里面刷个机 等一下的话 刷完可能就有基带了 然后就是今年快过去了 最后一个月了 今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在b站上认识了你们这群很可爱的一个小哥哥小姐姐们 有些人给我送烟 有些人给我小哥哥给我送烟 小姐姐给我买 买个棒棒糖 给我买一个 也有小哥哥给我买个烟 买个棒棒糖 给我买个小零食 一起发过来的 我那时候就说特别感谢你们 我那时候想收你们便宜一些 但是实力不允许呀 就得白吃白喝你们的东西了 就是我就记在信里面呢 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无条件对我的信任 就是真的特别感谢你们 可能一个人的性格呀 他会吸引到一群跟他性格差不多的人 就我认识的人都是这样 就是 就特别特别感谢你们 就虽然这个手机出问题了 你给谁修都是修 但是你愿意把钱 给我 让我修 这就是对我最大最大的支持了 我就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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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谢你们 一个农村小伙 没文化 没知识的 靠一个修手机 养家糊口的 就特别感谢你们 真的是特别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吧和支持 然后我希望有些小伙伴你们不要在我的弹幕里面刷另外一个up主的东西了 因为你老是刷他真的是挺不好的 还有就是我改6s 6s改6sp 我改那个视频 6s改6sb呢 通过通过改上拉电阻呢 是不可以的 因为他们主板是不一样的 虽然他们的cpu和其他的物料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主板不一样的 像今年的11polo和11polomax呢 他们的主板是一模一样的 用料都是全部都一样的 只是上拉电阻多了一颗和少了一颗的区别 所以说他可以取下一个电阻可以实现他改型号 能懂吗 6s和6sp的 他们的东西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的主板不一样 这样你们的应该能理解了 还有一条弹幕说 我会这么多是不是跟他学的 并不是哦 并不是并不是 不可能是因为我会修手机就是跟他学的呀 对不对 好奇怪 有你的思路啊 然后我们